三五連假第一天晴空萬里 但是宜蘭以往大排長龍 塞爆交通的麵包店 這回空蕩蕩 人潮不出來店家最有感 今天看起來還好 可能應該明天或是後天 等會比較多 不只是區沒人 宜蘭太平山森林遊樂區 五月的到訪人數逐年減少 一百零八年還有三點二萬人左右 一百一十年跌破兩萬 今年更是只剩下約一點二萬人 清水低熱入園人潮則是只有五六成 往東一點到台東富山富裕區 沒有車潮也沒有人潮 只聽到海浪打上來的聲音 放眼望去空蕩蕩 讓路邊攤販腳哭連天 而加入蘭風景區 以往拍個照都要排隊 現在不用跟人擠網美照 拍好拍滿 人潮銳艦連離島都有感 雖說台東還是有人搭船去蘭嶼或綠島 但這邊的人潮跟往年相比 實在少得可憐 以前應該不連假 不只是這樣的人潮吧 對啊 這次看起來應該很少很多 最少有少三分之二 以往連假的 大概六千人左右 昨天有查大概兩千多人 端午連假受到疫情衝擊 迎來慘淡業績 貪傷的苦只能往肚裡吞 期待疫情趨緩後再轉回來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想要獲取更多新聞資訊 想要看到楚國最新的動態 趕快訂閱華視 鼓祝我們好